法官的審理 事實上是由我們立法院的全院委員會來審查 所以跟司法法治委員會無關 那也有人質疑說 那這樣子立法院立了法 然後送到法官會議 那是不是有一條龍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在立法院所有的法案的審查 是經過這個委員會 那其實是一個合議制 所以它不可能 一個人他就能夠主導整個一個法案 那同時所有的法案要經過一讀二讀三讀 那所以是經過全體113個立委的一個共同的決議 所以他跟一個人他就能夠主導立法院 那換句話說 所有其他的立法委員都是傀儡 是這樣子嗎 那在大法官會議 那其實一共有15位大法官 所有的法案要通過 不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出席 三分之二的同意 所以不可能由任何一位大法官來主導整個法案 要解釋到底有沒有違憲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說法會讓人懷疑說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獨立自主 獨立判斷的能力 那用這樣一個說法 事實上是把每一個人當傀儡 好像每一個人都沒有大腦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的說法 所以我們也期待說社會 大家是一個能夠明辨是非的社會 那大家共同來為民主法治的一個奠基 而共同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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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